大家好,今天是7月13日 今天大家都很快樂,因為大市升 北水流出,為何大市都會升? 今天升的呢?有故事說的,對話說一說,好嗎? 好了,我們看看,第一,今天升的板塊 前一天,上星期四的時候,看到傳到一片綠 過了兩天的話,就應該全部一片紅了 這次沒有見過一天,全部一片紅 證明那個反應是理性的 因為一片綠之後,到一片紅,反應是不理性的 即是太過湧入去了 湧入去時,有些板塊真的不能買得下手的 有些事情就要這樣看 今天不能買得下手的 竟然有汽車不能買得下手 有運輸不能買得下手 電子汽車等等,石油天然氣不能買得下手 這些呢?你看到就是因為之前氣息升得多 天然氣息也因為受到外面環境的影響 電力和電子產品等等 其實如果撇除這些受外圍影響的東西比較多 其實已經都會升得上很好的了 所以暫時不要理他了 最多的板塊是什麼呢?就是黃金 黃金因為美金會下跌 很多人都認為CPI會上升 我一直都已經說了 由去年7月10多日說 6月的CPI 去年的6月CPI 9.1是頂 接著一直會下跌 你看到一直下跌 昨天的CPI 40年以來跌得最多 一年之內 即是一時何東一時何西 不是這樣說是估不到,是可以估的 不過這些人不肯細緻去看就沒有了 可以詳細一點去看看我的文章 以及去年7月15日的文章 就知道為何會估9.1是頂 好了,沒問題了 基本上是很厲害 再跟著我們去看看 現在不要再看這裏 先看這裏 看這裏恆子 旗子這裏就會升上 現在升級的暴力通道中軸了 在今個星期一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 上個星期五 這裏是十字星來的 十字星代表什麼呢? 十字星代表後市是可望升的 所以跟著就說不要看得太淡 那你說不是啊,這個我還沒突破 是啊,這個還沒突破 還沒突破就等它慢慢突破 是不是? 去到這裏的時中就突破了 突破完了這裏就要怎樣呢? 突破完之後你不要跟我說什麼了 突破完之後的時就可以去這裏了 所以呢,我認同在較早前有一篇文章說 在七月這個中度 港股就有望升的了 那現在七月中都過了兩天了 那才可以升,沒有八字了 顧錯錯了,是不是? 那升到這裏怎樣呢? 通常都可以三時來到這裏 最後的一定要過這個什麼? 22622 這裏只是那天等了一天而已 最後呢,這個升破了 這個22622 這個22622呢 這個如果升破了的呢 就是一個真真正正港股的轉勢 所以你暫時買不到的 不是太大問題的 不過也都現在可以真正開始買 那麼,我們怎樣看得到這一個位置是重要呢? 因為22622是上一次的一個平台 那已經跌了下來之後,沒有問題了 有顆十字星 那這裡,在這裏畫一顆十字 那麼有顆十字星在這裏 就能夠支持到大市可以繼續上升上去 這個星期一說過要留意一顆十字星的 所以就好了 那麼,板塊方面就能夠看到了 我忘記了,真的要說這個各個股票先了 那麼各個股票方面,騰訊升得最多 那麼,美團也升得最多 那麼,阿里巴巴等等一樣東西都全部都升了 那麼就是變成了波及股方面升好 因為最主要怎樣呢? 因為李強總理說,平台經濟大有可為 那麼平台經濟大有可為 那麼很多人就會覺得 之前你又要握,又要握塞阿里巴巴 要打他,扔他 那麼前幾天我都已經有說過一件事 阿里巴巴回來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回來 是要洗心革面,修改了才能夠回來 所以不要說,不要說一時一樣 而是說,你聽教聽話就可以回來 什麼叫做聽教聽話呢? 就是你借錢呢,是要有負責任去收債的 不要想著有一件事,就是借了錢之後 就將那些債務打包賣給銀行 或者賣給投資者 以較高息來吸引他們 其實這個等於雷曼、慈岸的CBS一樣 所以阿爺是看到的 所以你博猛想上市 就被人拉回來 你改了,知道已經不要做 那你就可以去上市 阿爺不是說要真正打壓你所有這些科技股 不過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不可以做一個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如果不受約束 是可以吃人的骨 這就是了 好嗎? 好,再歧視這裏 我們說回一件事 今天可以留意的就是阿里健康 阿里健康為什麼呢? 其實我介紹這三個都是一件事 大體原因都是一點 說平台經濟大有可為 為什麼不是平台經濟呢? 美團也是平台經濟 所以人人都覺得他很好炒 現在阿里健康是平台經濟 所以就升了上去 好了,股價方面 將會怎樣呢? 我們看看股價 如果在這一點來看 它開始就會見出了可以看好 是不是? 在這一點裡面 希望可以看好 那要怎樣做呢? 因為這個太高 就影響不到 看不到這裏的東西 所以我們將它放光 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一點裡面 如果它可以升到上去5.5 或者什麼等等的話 那就可以行了 那就是站起5.22 就可以考慮吸了 曾經見過5.23 跌下來 然後去回5.22 那現在還升到5.22 上面的目標網 6.22 6.22大致上 即使之前這個高位 那就是這個 是指涉於4.8 那麼 有大行給它投資評級 是2.5的 有7間大行推薦它 那它暫時說的 預期PE是95.5倍 而這個是息率呢 在未來的三年 都應該是 預期的三年 都不會是派息住的 那麼 歷史波幅呢 預期盈利就是 2023年 0.05月 2024年 0.07 而2025 是0.09 未來三年都不會 預期派息 歷史波幅 是41.6% Beta是數1.72 即使的波幅 是比較大 大市大的 即是大市動1元 它就動1.7元 偽收的高位 低位是3元 高位是10.01元 好了 第二隻可以考慮的是 股票呢 就是哪隻呢 就是那隻 流入吸納它 而這個股價的走勢方面來說呢 這個亦都一樣了 我們不要看這麼遠的情況了 這個金融國勢 它亦都可以考慮 是可以 現在試著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如果是把它放大它的話 你就看到那個波幅了 那麼升穿這個頂部的時裝上面 可以去看比較高跌位的 那麼就看到它 就大致是12.4或以上 12.4或以上 就去到 即是 就是 就是 這些位置 那就是 可以考慮 就是在11.62 上面吸力 一個最高的 是11.62 它跌下來 估計它稍後會彈上去 那麼 11.62 可以考慮是吸力 然後目標望12.4 那麼就只剩下11.1 PE 這個大行評級 就是1.94 而有17間大行推薦它的 那麼 與其的 這個PE 都是0 因為沒有賺錢 每個盈利呢 以人民的價格 未來三年 就是 負0.08 負0.02 而去到2025年 就可以賺錢 0.06 但未來三年 都預期不會派息 歷史波幅是4.2% 貝打係數1.29 那麼 那麼 魏兒洲的低位 是8.87 而高位 是19.16 那麼 有興趣可以考慮 上企 11.62 就吸力了 11.1 目標價是12.4 再其次 另一隻可以考慮的 就是百度集團 百度呢 是基本上 搞很多平台的東西 可以這樣看 那麼 從這個 這裡來講 我們看得到 那麼 它今天呢 就是建設了這個月的高位 是建設了這個月的高位 OK 那麼 可以站起 上企於147.9 就是吸納 147.9 是吸納 現在還差的是 147.9 吸納 現在還差的是 1毫子 那麼 就可以吸納到 吸納之後呢 左力位呢 就是147.9 支持位是看144.9 目標價是看158元 只剩於144.5 預期的是 市盈率呢 是20.0 20.5倍 息率暫時沒有派息的 大行給它投資評級是2 1.5是它的範疇 2.5是中間位 2呢 就是中間偏好的了 有9間大行推薦給它 未來幾年盈利的預期呢 就是 6.59 7.09 以及 8.7 未來三年都是預期 無限息 歷史的波幅 是32.65 啼打的數是1.6 即是大市動1元 它動過6 五二洲低位是73.3 而五二洲的高位是166.3 好了 我們回來再看看 這個是買賣的守則 到價你可以想想 看碼再推高一點 正如一道指時間 一定要沽出 那 看看 這個過往推介的股票 中東快遞 這個是推介的時候 將這件建議 是起 207.8 是吸納 上網 217 未到位 那麼 止蝕於 這個是202.4 由於它升了上來 因此將止蝕位 推高到207 不是 206 推到207 推高到206 另外 有中國平安 中國平安 這個建議是 50元 0.08 是吸納 上面看 52元 這個 止蝕 就去到 49.5 那麼 暫時現在它 已經升貨了 到了 目標位 那麼 貪心一點 那麼 就將那個止蝕 價由 49.5 移到 50元 0.08 50元 0.08 這個賣入價 那麼如果是 跌下來 都不用虧 是平手走人 接著 另外一個 是 京東 集團 京東集團 建議起 143.8 是賣入的 那麼 指示價 141 上面看 149 差一點點 也都由於是 已經升了 所以將由 141的指示價 上移到 143.8 即是跌下來 平手走人 再跟著 是有 這個是 閃油科技 閃油科技 建議 3.4 是買入 3.65 是沽出 3.2 是指示價 暫時 將它 就 將指示價 移到3.3 移到1毫子 另外 這個是 華紅半導體 橫半是 134.47 建議 是 27.4 買入 現在 將它 賣入 26 是指示的 上網 30 現在 都是 維持 這個 建議 另外 再跟著 澳 澳 澳 的時候 建議 是 3.6 1 是 買入 上網 4元 只虧於3.4 四毫半 差一個 所以 暫時還未竊 等等 看看 明天 彈上 再其次 這個是 澳 澳之後 有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建議 在89.1 買入 上網92.7 到了價 那怎麼辦呢 將 指示價 由 原先86元 上移到 89.1 即時 又是 如果跌下來 即是 打平 平手手日 接著 有 九龍倉 九龍倉 建議 在19.3 買入 上網21.5 只虧 18.6 暫時 什麼都未到 維持 這個建議 接著 有 88.3 中海 中海 建議 起 11.9 二 買入 上網12.3 差一點點 起 11.8 做 只虧 現在 將 指示價 上移到 11.9 二 即是 如果跌下來 又是平手走人 接著 有 美高梅 22.8 22.8 22.8 建議 起 10.06 先 買入 起 目標價 10.05 未到 價 將 9.6 指示 現在 升上 所以暫時 將指示價 推高 10.06 即是 等於買入價 到時 如果跌下來 都是 平手走人 所以 基本上很多 現在都是 保住 平手走人 就算多數了 上面 如果可以 更多 就更多 不過 很簡單的 投資一定有風險 是需要獨立思考的